请你制作的这个APP 就是我们要制作的是 类似像小画家一样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手机 去做一个简单的绘画动作 那我们今天总共会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基础版的 就是我没有 我只要上 就是只能够画 但是呢 我不能够有更换颜色 然后第二个版本是进阶版的 就是我可以变不同的颜色 还可以把那个笔的粗细 有没有 去做更换 OK 好那同学呢 你就是现在第一个动作 是要先上去这个APP Inventor 2 的这个网站 那这个志祺有讲过 这是那个马神理工学院 他们制作的那个软体 让同学试用的 好那你到这边来之后呢 如果你觉得 它的那个英文的那个界面 你不太熟悉的话 就直接按右键 滑鼠的右键 然后翻译成中文 OK 翻译成中文 就可以换成你要的那个 中文的版本 好那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 你要先做登录的动作嘛 我们就创建一个程序 创建一个新的程式 好那我们就新增一个专案 好那新增专案的时候呢 等一下先把它先关掉 好我们就新增专案 打开之后我们就新增专案 我们就开个全新的 那你可以打上你的学号 或者是你就写个小画家 那我就先打个painter好了 好我就写个painter 你可以自己打你自己的 好不好 好 然后弄完之后呢 OK 好那之前引导讲过了 就再快速介绍一下 左边是你的使用界面的一些相关配置 比如说你要的每一个按钮 它的功能 比如说有个按钮啦 复选的啦 或是时间日期选择器啊 等等之类的 然后有这个界面配置 因为现在你看一下 等一下我们会去做 好 也有这个界面配置 以及这个多媒体的部分 录影机 就是如果你的手机上面 有这些硬体设备的话 好像录影机啊 照相机啊 音乐播放器等等的 都可以拿来 拿它来做使用 好 然后又有这个所谓的 会画动画 那这个部分是 等一下我们会用到的哦 所以记下来这个地方 会画动画 等一下我们会用到 OK 那至于地图啦 然后或者是感测器 设计要应用这边的话 我们这边暂时没有用到它 OK 那资料储存的话呢 我们这边也会有一些应用 就是如果你要储存资料的时候 可以用到这个 这个 功能 好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做了 来 这个可能教同学 怎么去做使用 首先第一个 你在设计一个APP的时候 你得先把它的界面先弄好 好 界面先弄好 那刚才我说的 我们要做的界面是这个 我们要设计的这个游戏是小画家 小画家 那所以小画家需要什么功能 你觉得 就是要有储存嘛 对不对 要有删除 然后它可以改变颜色 跟这个 笔画的粗细 OK 好 所以我们第一个动作呢 来 请看一下 我做慢点给你看 首先 请你先选择这个水平配置 好 然后你把它拉到这个中间 这个萤幕这个位置 手机的萤幕这个 模拟的部分 OK 好 然后弄完之后的话呢 这个 你可以看到右手边这边有个组 组件的列表 这边有没有 就告诉你的Screen 1 这个Screen 1是什么意思 就是 这个第一个界面 这边就是Screen 1 好 然后里面放了一个水平配置 有看到吗 OK 好 那 我们需要做到的是 能够有这个 删除跟 储存的动作 好 所以呢 我们做的动作呢 是这样子的 请到使用者界面这边 请你选择按钮 好 把它拉过来这边 好 这边呢 你看到了没 我的水平配置箱就变成按钮 按钮1了 对不对 按钮1了 好 那我们要做的动作呢 是做一个储存的动作 所以呢 我必须要在这个地方 要出现储存的这个 显示 好 那怎么做呢 好 第一个 等一下按钮1这边要做个储存 好 把那个档名改成储存 然后重点是 右边这边 右下方这边有个文字 有没有 它这边写的是按钮1文本 对不对 按钮1文本 把它删掉 改成储存 好 改成储存 然后你就按A的键 好 按完之后呢 这边 就出现储存 有没有看到 好 那但是这里的按钮1呢 还是按钮1 所以呢 我们要重新命名 那怎么重新命名呢 下方就有 你把它点上去有没有 它不是就变成绿色的这个背景吗 下面这边有个重新命名 好 你就按下去重新命名 这里原本是按钮1 就出现这个四双线做修改 对不对 好 你把那个按钮一改成 也是要把它改成储存 好 因为这样子你才知道说 这边等一下我们 会做什么样子的修改 一开始的时候 你应该把那个 你的每一个按钮先弄好 因为等一下 我们要写那个 简单的小程式的时候呢 需要知道说 我们在什么地方 做哪一些事情 好 再来第二个 我们要做删除的动作 删除的这个按钮 好 那删除按钮怎么办呢 请你到这个 左边这边的按钮 有没有 你把它拉过来 然后呢 拉过来之后呢 请你一样放在储存 右边这边 好 你看一下 如果你没有放好的话呢 你会发现说 你出现的是上下 可是我们希望是 左右对称的部分 所以呢 你要把它再调整一下 好 你可以把它放到里面去 你把它跟这个储存重叠 就会出现这样子的选择 好 那也是一样 请你把这个你的按钮1 也把它改换 改换成删除的动作 好 删除的动作 跟刚才是一样的 好 我们的选择是删除 好 一样按Enter 然后这边按钮1 也要重新命名 改成删除 好 那我们再去完成其中一个部分了 有看到吗 可以吗 可以啦 好 那到这边的话呢 我想应该 难度应该不高吧 应该可以啦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你试试看看 你试试看看 我让同学先做一下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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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